平時我們戚叉樂壇熱鬧樂壇的嘉賓大約12時15分左右 但這位嘉賓今早6時已經在這裡 緊張到現在 是我們的好同事梁子的before the night ends 有很多朋友和同事都入了IGLIVE問 怎樣?梁子為何來? 其實戚叉樂壇熱鬧樂壇的環節 你也知道每天跟著我們 在我們後面支持著 都知道很爆 而且要有這麼想一份量才來 那時跟阿金談 她說我要排下架 對 要排下架 雖然不是同事就有優待或優先權 所以大家上來是一件很難能可貴的事 但梁子這個人又奇怪怪的 在四月的時候 你是一片雲 你當時就很Chill 拍了之後又好像沒什麼野心 然後我和姐姐就說 你email來戚叉樂壇聊聊天 或者是首歌是否讓我們首播一下 你知道MIRROR那些都要在那裡排 那你又不是的 輕鬆地 究竟你想怎樣 你的野心在哪裡呢 其實我更輕鬆地是因為我首歌 其實在12月的時候已經出了 但我4月才派上來 因為其實我本身完全沒有這個 站在幕前的一個念頭 所以你見到我其實是 我出了一首歌 我是新人 我是歌手 我完全沒有這個視覺 搞錯了 你要做多久 年紀 但因為我一直做幕後 那你一首歌 登了場 上榜就可以成為各族新人 是的 但我從小到大 玩音樂或者配樂樂隊 我都沒有想過自己會做一個 藝人或是會出道 所以到目前這一刻我這麼緊張 因為原來我真的已經是一個藝人 離萬七七學壇 做這個訪問 你看我的電話都很激動 其實你一直在商台 903號做Operator直播室的控制員 還有星期日有節目 那想做音樂的念頭是何時開始的 想做音樂的念頭其實是中二的時候 即是十年前 那時是夾樂隊的 那時一直想跟那時的同學做一對樂隊出道 那我當時擔當的角色是鼓手 我從來都是很抗拒站在最前面 結果大家都各散東西 最後只剩下我一個 打鼓很難可以變成一個表演單位 那我自學吉他 那時開始想不如寫一些歌 到長大便賣給一些歌手 我都算成為半個音樂人 那就是這樣想 但誰知道最後賣多少都賣不出 最後一首歌就變成給了自己 就是你試一片雲 其實你試一片雲 都不是打算賣給別人的 你試一片雲是我純粹追女生用的 噢 就是哄女生 這首反而是嗎 對呀 短時間本來一直想賣給別人 但沒有人要 短時間本來是真的賣給別人的 本來是賣給一個大人物 最後他沒有要我這首歌 他要我另一首歌 那首歌也稍後會出的 但現在還未可以透露 所以今次找阿嶺 今次找阿嶺 他怎樣開口請阿嶺爺幫你寫一次呢 他那天做節目在我後面走過 有一個demo有人不要 不如你幫我填了他 那他又好啊 他好啊 然後他說我填什麼 因為Soft vacation 我剛才說賣給一個歌手 是 那其實他一開始給我的指示 就是他想想一個人散步 那我就把這個概念說給阿嶺爺 我想寫一首 即是我想現在出一首歌 是說兩個人散步 因為我希望我所有歌 都是暫時啦 或者第一隻碟 都是圍繞著戀愛去寫的 那我由一個人散步 變成兩個人散步 那我就交給阿嶺去填 但是沒有很多的 跟他交代有什麼故事 或者想說什麼對象 沒有的沒有的 完全沒有的 因為其實我想了很久 找阿嶺 因為我很喜歡他的《宇宙船》 那個主題曲 那我覺得阿嶺可以填到這些 很小品 很另類角度的愛情 那我就覺得 那不如找阿嶺填吧 誰知他經過後面 一找他他又OK 那就填了 那就很快填回來了 很快填回來了 又不用改了 那天跟他講完 他第二天已經交了個chorus 到第二天的夜晚 已經整首歌都交了給我 那是不是因為自己做的關係 所以收到份詞 就立刻可以自己在家錄音去做 還是找Studio去製作 這也是一個很認真的製作 好的 我這個項目一開始的時候 我剛剛不是說 我打算自己一個人做完 我打算一元都不扔進去 我只是想試試 能不能零成本去做所有歌曲 現在是不是零成本 現在也是零成本 因為我的朋友沒有收過錢 幫我填詞 但是我答應過他們 只要我有一天發達 我就會把所有錢還回來了 應該有的 可能二三千元 這些沒有的 不說的 我們說有言有 我們不說錢 其實自己也想發佈歌曲 或者幫人寫歌 自己也說很喜歡阿占 少爺占 你有沒有幫他寫歌 即是朱彥強開場 或者未來野仔 也會想為他們寫歌 其實我偷偷為阿占寫了兩首歌 不過我沒有給他們聽 你又不扔 為什麼你不扔呢 即是你經常都是這樣 有一個野心 大家也沒有人不想要 這個是性格問題 我對上一首歌是4月推出 現在這首歌是10月推出 中間隔了半年 其實這首歌不是真的弄了很久 但我是思考過程用了很長時間 如果整件事100% 我80%的時間是用來思考 請問思考什麼 請問就是這樣做好不好 還是有好一點的方案 我每次做完一件事 就覺得好像可以有另一個好一點 然後我就不相信自己 開始不相信自己 自己打到昨天的自己 對 然後我就沒有信心 那不出了 有他先 放在那裡等待 想到一個好一點的方案 才再出 但你說想著押押去寫歌 你有目標 有曲風 是那類的 給了他們 他們自己會選 覺得不夠 有可能要求你會再做什麼 其實不用想那麼多 是的 因為當時我還很害羞 我覺得不知怎麼說 不知怎麼開口 因為他們本身合作的 全部都是很厲害的人 那他可能也想要一些新的 試一下吧 現在我就轉頭打電話給他們 你也說這首《Short vacation》 本來就給了一個大前輩 但當然是另一首歌 劇哥叫林海峰 你那麼快就爆出來 不可以的 林海峰正在做唱片 也要了娘子的首歌 所以其實我想告訴你 你的歌 要想認識的人 都一定會想認識的 是的 我現在慢慢學懂 欣賞自己做的事 出完這兩首歌之後 發現大家都很喜歡 自己有多滿意 那我就覺得 真的有時候要相信自己 不要每次都想太多 因為思考真的令自己 阻礙了太多